为了确保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实际上是我们熊猫很早的时候就有一个家谱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对每一个熊猫都有一个很准确的详细的一个记录 张三二李四 他爹是谁 他妈是谁 是吧 这个记录每一个个体的非常详细的这种基础数据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每年会组织专家对这个熊猫这个种群进行一个 这个种群进行分析 然后计算这个不同的成年个体之间的这种起源关系指数 然后制定一个每年度的这个圈养大熊猫的这个繁殖配对计划 第三个呢 建立全国这个一盘棋 尤其是这个这个中国大熊猫国家中心建立以后 我们对这个更促进了这个这个这个 全国一盘棋的这种机制 促进各个繁殖机构的这种种源的这种交流 所以经过这种科学的评估 我们在现有的这个条件和这种管理措施下 这个大熊猫健养种群的这个遗传多样性呢 可以长期的维持 所谓的这个近亲繁殖 如果按照国际惯例是指三代以内的直系 或者旁系的有起源关系的这个各地之间的这种繁殖 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个优化这个繁殖配对方案的时候呢 通过计算它的这个圈系数 排除了三代以内的这样的一个直系或旁系的这个个体的这种配对 所以目前的话 包括所有在外的境外的这个大熊猫 这个整个这个圈养种群 我们在这个繁殖这一块 如果它要存在这样的一个圈关系 因为我们的谱系已经记得很清楚了 对吧 从上一查就知道谁和谁有圈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显然我们就会把它排除在这个每年的繁殖配对计划里面 所以这个就不被列入计划 所以它也不可能发生这种这个近亲的繁殖这种机会